大家好,我是甜心妈 周一又是清断食的一天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明星都喜爱的黄瓜鸡蛋减肥法 冬天已尽,天气寒冷 分享一期适合这个季节的三餐食谱 黄瓜鸡蛋减肥法,也要温暖 开始做早餐了 黄瓜切片 一个鸡蛋煮熟 一袋250毫升的纯牛奶 一定要热一下 两克的咖啡 五克的菊粉 提高代谢,润肠通便,去水肿 黄瓜鸡蛋撒上自己喜欢的调料 黄瓜鸡蛋减肥法的早餐就做好了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一根黄瓜,一把木耳,一把韭菜,一个鸡蛋 碗里打入一颗鸡蛋 黄瓜切片 韭菜切段 不粘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虾皮 虾皮煸炒出香气 焯过水的木耳 油不够水来透 倒入黄瓜 盐少许 放入少许的白胡椒 放入韭菜 两克的咖啡 我们黄瓜减肥法的午餐就好了 为了方便急性子的朋友 我把晚餐提到了这里 视频的后半部呢 是汇报我老公减肥成功后的饮食情况 谢谢大家的支持 晚餐也非常的简单 一根黄瓜,一个鸡蛋 做一碗热乎的汤喝 老公的午餐 我们东北人冬天的标配 大白菜炖干豆腐 一碗米饭 朋友们中午好 我们吃中午饭了 今天是干豆腐炖白菜 不能喝多点米 昨天 昨天我们家又吃好吃的了 朋友们 看看我眼睛肿的 没办法 早上起来喝咖啡 中午再来一杯 我们即使用黄瓜鸡蛋减肥法 也不能让自己饿走 这一大盘的也不少了 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 黄瓜,木耳,韭菜 还有鸡蛋放在一起炒 特别好吃,鲜美 来看你挺馋的,来 好吃不 这啥呀 到底好吃还不好吃啊 好好吃 不敢说不好吃 朋友们 他今天早晨的体重是123.7 我记得是123.7 我现在记性也不好 他长秤有2斤多 他吃的太多了 昨天 吃了一天的美食 不应该不能那么吃 那么吃容易血压是高 他今天早上吃了一碗大米饭 鸡蛋菠菜汤 还吃了好多的肘子肉 今天早上吃的肘子肉呢 是有点肥的不多 我眼气你知道吗 你一天天这么吃 完了也不怎么长 我不吃还长这样子人 我也没有他吃的多 男人和女人 他就是有和差别嘛 我以前那我吃多些 现在又吃多些 能不说吗 他们有对比吗 你能不能不说实话 你不能说实话 你能不能让我长长粉丝 你就跟粉丝朋友们说 你说朋友们我每天都吃的喝饱了 然后我还不长唱 你不会这么说啊 这是你能不能不接我老底儿 本来现在我就是很苦恼 不能跟朋友们有效的互动 你还这么拆我的台 我这几天心情郁闷你不知道啊 你能不能让我杀气 我郁闷隔天也杀气 我这两天可上火了 你上火了吗 我不知道我哪里错了问题是 你正在维修吗 那妈妈你们有丸子 走进我视频的朋友们 给天心妈一个关注 让我带你吃着家常饭菜 越吃越瘦 老朋友别嫌弃 没办法呀 擦糊的饺子倒不出来也不行啊 你得不断地宣传 才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真的就是有这么好的减肥方法 太能吃了 我真养不起你 那猪出去吧 那个渔船挣得多 你一个月都挣好几万 不行你就上那大功德了 对 上大那跑盆 我可听说了 就是一个船员哈 就这个海里的鱼 专门爱吃船员的 又好吃 香啊 你听一天的呼乐了 别哪天来给你喂鱼了 还还还上 你抓那么狠 咋得住你来又喂鱼 那天 那天让我看不到太阳了 今天又喂鱼 就是明天就咋的了 怎么回事啊你一天 来来 都伤给你来来 你回大会 你必须伤给你 松手 你太霸道了 嫌不嫌你买它 我不吃了 我怕你吃不饱主要是 怕我吃不饱 怕你跟辣到你可以少吃两句话 鸡蛋不咋 鸭蛋 鸡蛋鸭蛋都发不清 还吃呢 吃啥呀 明天都喂鱼了 还吃啥呀 等都喂鱼了 控制一点了 有关啊 有关啊 我吧 我也是 妈咪嚣嚥